刚才是把我们这整个页面的实际上都已经给他 把这个页面就算是给他写完了 写完了 那这里边呢我们要说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需要去处理一下 那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真实的工作中 在我们的工作中 我们项目开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那这边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那我们在工作里边 那假设我们要做一个项目 可能要做一个项目 那我们第一件事 你们觉得应该是先干什么呀 先干什么呀 接项目 那你肯定都接完项目才开始做的是吧 你要没有项目都没接 你就没有必要做的是吧 肯定是接完项目了 我们已经有项目了 我们马上就要做了 我们要想干嘛呀 第一件事我们叫做需求分析 什么叫需求分析啊 需求分析这个事不是由咱们负责的 由这个什么呀 产品经理 产品经理 那你要做一个项目 那你要先搞清楚你这个项目干嘛呀 你是给谁做的 对吧 你的目标用户是谁 那这些东西都得干嘛呀 在需求分析里边分析出来 包括你这个项目里边 你要定义哪些功能 每一个功能 每一个功能都是什么样的 它的业务流程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在我们需求分析里边干嘛的 确定的 包括我们前端页面的一个什么呀 设计 都是在我们需求分析里边都必须要干嘛呀 都必须要确定的 都必须要确定的 所以整个需求分析 在我们这个整个开发过程当中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块 大概要花费我们整个一个时间的 大概什么呢 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 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实际上都在什么呀 需求分析 但是还好呢 这部分工作不用咱们干 谁干呢 产品经理干 产品经理干 那接下来干嘛了 产品经理需求分析完了干嘛了 他要把他分析好的需求交给谁了 交给咱们了 不论你是前端也好 还是后台也好 我们都需要干嘛了 需求分析完了 我们是不是要该写代码了呀 写代码了 那我们大概有多少时间呢 大概有六分之一的时间 我们说整个项目 假设是一个一 我们有六分之一的时间 是来干嘛的呢 是来编码的 是来编码的 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工作都在什么呀 这个六分之一里完成 我们刚才所做的工作都属于这六分之一里边的一个时间 六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编码的 那现在假设我们刚才做的这么一个项目的话 实际上我们这个项目完了 已经这六分之一是已经完事了 那这六分之一完了以后干嘛呢 还有我们一个二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用来测试的 有二分之一的时间都是来测试的 剩下是不是正好就加起来正好一对吧 家里正好一剩下的一半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一个项目开发的有一半的时间 都是来干嘛的测试的 所以以后你们到了公司工作以后 你不要觉得改bug这事是什么呀 是一个很low的一个事 改bug以后是我们一个什么呀 我们一个常态 因为你有一半时间都是干这个事 所以改bug时间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常态 那就要谈到了一个测试 实际上我们这开发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是应该测试了呀 那测试一般谁来完成呀 交给我们这个测试人员 他去做这个测试 那注意了测试我们说了测试要分成两种 测试分成两种 一种是我们这个叫做一个性能测试 还有一种叫做我们这个业务测试 什么叫性能测试 性能叫做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这个网页的一个访问的什么呀 访问的速度 第一个测试就是要测试我们整个网页的一个什么呀 性能 这个性能我们要怎么测呀 说白了 测试性能的时候 我是不去管这个业务的 我是不去管这个业务逻辑的 我测试性能的时候 即使你的业务逻辑是错的 我也不管 我只管你什么呀 性能 什么叫业务逻辑 假如说我点你这个链接 我点完了呢 我希望出现一条狗 我点完了 的确出现一条狗 那你的业务逻辑就 就对了 那我点完了出现 我希望出现一条狗 结果你出现一只兔子 你这个业务逻辑干嘛了 是不是就错了呀 就错了啊 但是这一块注意 性能测试的时候不管那个 即使我点完了 我需要的是狗出现了一个兔子 我干嘛呀 我也不管 我只考虑什么 你这个兔子出现 花费了多少时间 多少时间 什么叫性能测试 简单举个例子 比如说就拿我们这个页面来说 我这个页面 我要访问这个页面 我是不是要先输入一个网址 好 在我这输入完网址 我这咔一敲回车 我的浪漫器是不是开始向服务器发请求了 我咔一敲回车 从我敲回车那一刻开始 我这咔一掐表 到什么呢 到你这个页面完全显示出来为止 我咔再一掐表 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间呀 那这个时间的长短 就是你这个什么呀 你这个页面的一个性能 那这个时间一般来讲 不能超过三秒 三秒的体验就已经很差了 你们上网的时候应该会有这种感觉 可能时间太长了 你是不是就不看了呀 直接点个叉子的时候给关了呀 所以这块注意 一般不会超过什么呀 不要求你超过三秒 最长最长三秒了不定了 好现在这块就有一个问题 那我们想想 你说这个测试人员 他是不是真是掐表去测试的呀 不是这要掐表 这个工种太low了是吧 太low了 他怎么测试的 他有专门的软件 专门软件 而且他测试也不是通过我们这个浏览器 我们这个浏览器干嘛呀 我再使劲访问 我是不是同时就一个用户访问呀 我们那种测试要什么呀 测试一种什么呀 高并发的一个状态 我要使用软件干嘛呀 模拟 模拟20个用户 模拟30个用户 模拟100个用户 同时访问我这个网站的一个状态 那有可能你这个网站 我只有一个用户访问的时候干嘛呀 非常快 但是当用户多少时候干嘛呀 是不是就慢了呀 就慢了啊 那好 那这一块涉及到我们这个性能测试 那咱们现在来看看 那我们所谓的性能 就是要干嘛呀 就是要提升我们这个网站的一个访问 访问速度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我们的访问速度是不是越快越好啊 那现在来看 那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怎么能让我们这个网站访问的再快一点 或者说我们这还有没有什么优化的东西呢 哪可以优化 举个例子 看看啊 我们说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CSS文件 CSS文件 我这里边打开我们这个文件所在目录 这一块呢 CSS是一个6.79K Reset.CSN是一个1.06K 这两个文件本身它都不算大 对吧 不算大 但是我们就像说这个文件是不是越小 越好啊 文件越小 访问速度是不是越快呀 但是你来看了 在我的这个CSS文件里 你来看了 这玩意儿对于网页的渲染来说 有没有用啊 这都是什么呀 注释吧 浏览器压根是不是就不看这玩意儿啊 这个东西都是给我们开发的人去看的 浏览器看这玩意儿 没用 那虽然没用 但是它会不会占用我的空间呀 也就是说 用户在访问你的网页的时候 需要将那些他并用并用不着的一个东西 给他干嘛呀 加载过去 那我们想想 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给他 删掉了呀 什么时候删掉 当我们这个项目真正部署到这个什么样 生产环境里就可以给他删掉了 怎么删呀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 可以干嘛呀 走你 删呗 像这空格有没有用啊 没用吧 来这也删掉 这换行有没有用啊 也没用 走你给他删掉 这换行有没有用啊 是不是都没用啊 也就是说你要干嘛呀 把你这个代码里边的所有的换行啊 空格啊 缩禁啊 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都得需要删掉啊 这样才能确保我们这个文件是一个最小的吧 说白了 我们就需要对我们这个文件进行一个什么样 压缩 但是我这么压缩 这不得封是吧 你这一行一行删 咱们这样式表太小了 才这四百多行 你真正一样表 几千行 万事万来好常见的 你这一行一行删 是不是得封啊 还得封 而且你删完了 有可能是干嘛了 你要删错了 你还真疯的是吧 你想想 你删完了以后 是不是删成一行了 一行你要再改 那玩意饿死你 所以这里边我们要想 它压缩呢 手动压缩是不现实的 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工具啊 可以帮我们去 压缩一下 那怎么整呢 来 我把这个文件夹 复制到我们这个桌面上来 现在呢 我就想对我这两个文件 是不是进行压缩了 那我们来看怎么压缩 压缩工具有很多 甚至很多在线工具 你上传一个CSS 直接压缩好了 上你下载回来 很多啊 那现在没有网 我直接提供一款什么呢 直接就是一个绿色 一个软件 我们这个Note里边 有一个什么呀 叫做一个GS的一个CSS ZIP ZIP什么呀 就是打包压缩 这么一个意思 对吧 那说白了 它可以干嘛呀 可以对我们这个GS文件 或者是CSS文件进行什么呀 进行压缩 进行压缩 那我们来看看 它是怎么压缩的啊 怎么用 来 这用起来比较简单 直接双击 是不是打开这个软件啊 哎 然后呢 我们需要先干嘛 先选择一个文件夹 也就是说你要压缩 那个文件跟哪吧 我这文件跟哪呢 是不是桌面 这个CS文件夹呀 直接一选中 我们来找到我这个桌面 来 CSS 是不是跟这呢呀 然后确定 哎 然后一点什么呢 加载 发现什么了 哎 它是不是把我这两个CS文件都加载进来了 哎 原大小是一个6.79 这个是一个1.06啊 1.06 然后呢 我这一点这个什么呀 压缩 咱们来看效果啊 一点 走你 哎 压缩完了 总体压缩了50%是吧 接近哎 50% 然后来看 哎 这是我们这个什么呀 压缩后的一个文件 我们来看它这个大小啊 这写什么呀 原大小是一个6.79 压缩后大小什么呀 3.多 这个原大小是一个1.06 压缩完了 是不是780了 哎 压缩了 哎 不少了 虽然你感觉这东西是不是 没提升多少是吧 哎 没提升了 但是注意了 我们真正开发的时候可不可能有这两个文件呀 那CS文件多了去了啊 多了不去了 所以你一个说说小50% 整大小 其实这个大小还是干嘛呀 很可观的啊 很可观的 对我们速度是一个进一步的提升啊 我们来看看他跟我们压缩完这个文件查目 直接我这一点开 哎 是不是就很过瘾了是吧 这东西基本上看就干嘛了 哎 就看不懂了啊 就看不懂了 但是我们来看看能不能用 来 这里边改个名啊 这是叫一个这个命啊 加一个这个命加一个后缀 我们区分一下 那像这一块跟我们这个CS一样 我们有一个命的版本 命呢 是我们这什么呀 在生产环境里边使用的版本 而我们什么呢 不带命这是什么呀 在我们这个开发环境里用的啊 开发环境里用 来 我给你粘过来 不是这两个文件呀 哎 index一个min 还有一个这个reset一个min 是不是都变成一行了 哎 都变成一行了 来 那我们来看看 那你不能光压缩 你压缩完了又不能用了 是不是 没用了 哎呀 所以压缩完了还得好使 来 那这里边我们直接改一个reset一个什么呢 min 然后这来一个pageindex一个 你你得跟我压缩前的效果是不是 一样的呀 哎 一样的啊 关掉浏览器 然后呢 control一进行 是不是一模一样啊 哎 一模一样啊 所以这里边通过压缩这个文件 我们就提升了一个这个什么呀 访问的一个速度啊 访问的速度 所以使用这个软件来学习一下 怎么去压缩这个文件 那么想想除了压缩文件 我们还可以干嘛呀 还有一个技巧 我们再看吧 哎 我们这些乱七八糟图片 是不是还有一堆呢呀 哎 那我们想想文件能压缩 我图片怎么能压缩呀 哎 图片也可以压缩 而且干嘛呀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我们这个图片 整合技术啊 哎 你像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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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可以干嘛呀 说上一起啊 哎 或者说其实大部分图片 我们都可以对下做一个这个 整合啊 做一个整合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些小图 是不是拼成一个什么样 雪壁图吧 哎 雪壁图 那可以 那好 那剩下呢 给你们点时间 干嘛呢 把刚才这个压缩软件呢 来尝试去用一下 来看看怎么去压缩一个文件 然后呢 自己尝试把这些图 给它拼成一个什么样 雪壁图啊 带我们来尝试一块做一下啊 一块做一下 看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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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